哎呀 上班第一天啊 可以想到 而且在小小这个花园市场来说呢 找那个某拉拉啊 货车 没人接单啊 加了小费也没人接单 所以说 各个商户都在着急 各个那个拿货的货主也在着急啊 没人接单货送不出去 像小小这里就现在这一单啊 刚刚找到一个单 加了二十的小费 而且距离很短 对吧 加了二十的小费才有人接单 等了一个多小时啊 朋友们一个多小时 这家伙 太堵了 太堵了 这是今天咱们两车货已经卸完啊 卸完了之后呢 你看看 就剩这一点点 然后中间这点是对吧 货主等车呢 也是卖了的 然后前面剩这一点 小科的啊 咱们就剩最后这一点了 现在小贾呢也很着急 然后待会让老爸赶快走啊 赶快走 现在车上有东西是人家订的货 在车上放着没敢卸车 让老爸赶快走 回去拉货 现在就剩大坡的啊 大坡的 大坡的价格比较高嘛 所以说 对吧 然后各种数等等的 今天上午啊 整体生意不行啊 但为什么咱们对吧 摊那么空呢 因为咱们货铺的少啊 铺的少 因为没有 太忙了啊 太忙了这两天 然后基地也忙 所以说没有 对吧 两车货卸卸完之后也是没了 然后咱们今天 那两公分的数啊 是一个人要了八颗 这算是一个大头了啊 这不少不少钱 好像这三公分的目前还没有 这一公分的目前还没有在卖啊 今天上班头一天呢 人少啊 人少 零买的是肯定是没几个 只要来的基本上都是拿货的 拿货的 这后面这一点呢 对吧 开败的呀 啥不啥的呀 对吧 咱们也是处理出去一大部分啊 便宜处理 人家拉走了 等等吧 又来微信了 现在时间下午的六点三十七分 老爸正在收拾摊 这是咱们摊的这个现状啊 今天是三车货 这车货其实下午就到了 但是下午没怎么有人啊 所以说呢 咱们卖的也就不多 今天整起的现状对吧 也还凑合啊 也还凑合 今天的树倒是卖的不错啊 这大货出的不错 好久点后边 今天这树出了 有三十来棵的样子啊 三十来棵 还行 这两公分的出了有十多棵 三公分的出了两棵啊 虽然说今天啊 不是那么忙 不是那么累 但是咱们大货出的多啊 所以说呢 这个营业额还是挺可观的 当然没有前两天高啊 没有前两天高 昨天和今天都是不行啊 都是不行的一个状态 慢慢来吧 慢慢来吧 和朋友们说一个小知识点啊 瞅瞅这个花 对吧 这颗棒棒糖已经捏成什么样了 今天一天了 都是捏的状态 知道为什么吗 这就是之前小姐讲说过 为什么要年年给他有一个断根的操作啊 看这个就是我哥的树 他去年种到今年 他没有他冬天的时候没有经过断根啊 没有挖出来重新种 他那根扎得很大很深 然后一挖出来拉到市场 必须啊断根 他的根部过大 所以说一挖出来很蔫啊 需要时间缓 而且这棒棒糖缓的时间挺长的 一两天的缓 怎影响咱们去卖啊 就这样啊 很蔫 你看像这些也是 是不是不精神 捏的巴唧的 就是因为啊 根 他冬天的时候 没有进行一个断根的操作 以至于根部啊 扎地过大 你看小蒋地里那些棒棒糖越级树 对吧 一挖出来一点事没有 就是因为咱们冬天的时候 进行了一个断根的操作 虽然说很复杂啊 明明是对吧 圆坑的 你非得给它挖出来一遍 哎你才种下去 就是为了把它的根弄断 所以说咱们的不捏 拉到市场之后 还是很精神 然后就往外卖啊 你看我搁的就这样 你说对吧 看一看咱们昨天 今天新到的这个品种 看看这个开放度大点的 它不是花没开好啊 朋友们 它就是这个样子啊 现场它是黑红黑黑的啊 手机拍出来 它是有点红啊 现场它是非常的黑的啊 非常的黑 看这个花 很很很 很庄重的一朵花啊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就是咱们前方战线啊 就是咱们后援团基地那边 目前对吧 有了一个5000颗以上的大订单啊 正在洽谈当中 然后现在的战况是八九玻璃石啊 是胜利的状态 东西已经开完了 咱们的货的确还行啊 然后现在只是价位问题 正在商谈当中 而且是老老主户啊 所以说不出意外的话 这单应该是OK的 然后小想接的单 有一个2000的明天 看看定金能不能交 如果能交的话 这单又OK 反正这种大单 他们的要求啊 只是就是说脑袋多点啊 就是花包多一点 花的大小无所谓啊 就是开放度的大小无所谓 因为现在咱们已经对吧 开放度大的 咱们已经不接订单了 咱们只是接往后的一些订单 所以说嘛 为了以后的那些排队的订单啊 咱们现在小单是不接的啊 小单是不接的 因为开大的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你看摊上 一眼视频看上去啊 开放度还行 但是认真看见你不怎么地啊 下班了下班了 咱们这道的门锁了 咱们只能从一到 对吧 出去了 抢了两个面包吃 咱们其他摊位的啊 小伙伴带了一箱面包 对吧 我和老爸一人一个 下班明天继续 加油 我和老爸一人一个人的风筹 加油 我和老爸一人的风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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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